大家好,我是時光寶和Gable,歡迎大家收看今集的一周標示 如果大家喜歡我們的節目,記得看完之後給個like和介紹多些朋友來看我們 今星期我們想說接下來的一些拍賣消息 今次的拍賣會是12月12日在紐約由富藝斯舉辦的急中標拍賣會 有兩隻碗錶都是跟大明星拉上關係的 第一隻是跟斯蒂夫麥坤拉上關係的豪雅Monaco碗錶 這一隻碗錶在1971年就在一套電影叫做La Man's 是一套講賽車的電影 在裡面是Steve McQueen帶著在電影裡面出現很多次 就成為了一個很主要的道具 為什麼當時Steve McQueen會選擇帶這個Monaco碗錶 在這套賽車電影裡面 原來在1969年當時大家有好幾個品牌都在競賽中 想作為第一個去推出一個自動上鏈計時碗錶的品牌 而豪雅當時team up with 8年0 Brightling 就推出了Calibur 11 就是當時是其中一個最早的自動上鏈計時機身 當時豪雅的掌陀人Mr.Jack Hoyer 就設計了這隻Monaco碗錶 是專門為賽車運動做的計時碗錶 這隻碗錶很特別的 它是方形的一個錶殼設計 它的錶盤是在9點鐘位置 我有一次跟Mr.Jack Hoyer先生訪問的時候 他就告訴我 他說他設計這碗錶是有特別的原因 他說當一個賽車手兩隻手握著桌盤的時候 那個錶盤如果放在正常的3點鐘位置 是會堵住一隻手的 沒那麼舒服 他說如果放在9點鐘位置那裡就會舒服很多 我不知道這個跟Mr.Steve McQueen選擇帶的碗錶有沒有關係 但是Anyway 這隻碗錶就是出現了La Man's 總共有6隻同款的碗錶 是作為這個道具 Steve McQueen是保存了兩隻 他分別都送了給兩個朋友 這次我們會出現 在拍賣這隻碗錶 就是送了給他一個私人機械師 這位機械師叫做Hack Orton 他就在那個碗錶的後面就黑了一句 To hack Man's 1970 就是當時的一個Crew 這隻碗錶也是 Steve McQueen曾經帶著手的 駕著一輛保時捷救17型的跑車 風磁電製開到200多mph 這樣就很快了 究竟這隻碗錶會拍到多少錢呢? 副衛斯沒有給出一個計算出來 但是我們估計 Given Steve McQueen 的知名度 以及這隻碗錶的罕有性 以及故事性 他應該都會超過100萬美金 實際上是多少呢? 真的12月的時候才知道 另外一隻也跟大明星拉上關係的碗錶 就是Paul Newman Rolex Cosmograph Daytona 這次碗錶是編號6263 很多玩開舊裝碗錶 尤其是努力士Deytona的朋友 可能都會記得 在2017年的時候 Paul Newman 的一隻 他自己擁有的Deytona 曾經拍了1775萬美金折合 1億3千多萬港幣 破了所有努力士的碗錶 甚至是手錶的世界紀錄 當時最貴的 他是保持了大約大半年的時間 才被Pater Phillips的另一隻碗錶打破 這次這隻碗錶有什麼特別呢? 原來Paul Newman 有幾隻 努力士Deytona 最早期的一隻 編號6239 即是上次2017年拍賣的那隻 就是他太太向1968年的時候送給他的 在錶背上黑了一句是 Drive carefully Me 即是他太太想他開車比較小心一點 今次這隻碗錶也是太太送給他 1983年的時候 在他們的結婚週年慶那裏送給他 這隻碗錶後面也是黑了Drive slowly Joyne 他太太叫Joyne Woodward 所以這隻碗錶也是代表了他太太 對他的一個叮族 一個祝福 所以這個碗錶 Paul Newman享受到之後 就戴了二十幾年 差不多是每天都戴的 很多次他的訪問 或者是狗仔隊拍他的照片 都拍到他是戴著的碗錶 還有他有一個特色就是 他將那個計時按鈕的火把鬆開 方便他隨時去計算那個時間 看得到Paul Newman帶這碗錶 就真的是一隻工具錶來的 不是隨便帶一個飾物 所以這碗錶本身對他來說 也是有一個很特別的意義 後來在2008年的時候 他就把這碗錶送給自己的女兒 這次是由他的女兒 韋托惠斯去拍賣這碗錶 拍賣所得也會有部分 是捐贈給Paul Newman成立的慈善機構 例如Series Front Children's Network 另外一個是Safe Water Network Paul Newman成立了很多 為了保障兒童福利 又或者是為了環保的慈善機構 所以這次這個拍賣應該是挺有意義 會拍到多少錢呢 現在都是言之上早 大家都未知道 韋托斯給了一個計算 應該會超過100萬美金 跟他當日2017年的時候 估那隻Paul Newman的Detoner一樣 今次這隻型號是6263 上次那隻是6239 上次那個面是一個特別的面 我們收藏界叫做Paul Newman 但今次這個就是一個黑色的面 比較普遍 所以大家都估計 這隻換錶應該不會破得到 17M的紀錄 不過應該都會不錯的 好了 今星期一周標示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